2月10日,为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,济南众多台商解定就地过年,目前两岸对入境人员均有较长时间的防疫隔离期,返台过年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高。 王克璋是济南一家新材料公司的负责人,来大陆创业23年来第一次没有回台湾过年,但在他看来,在地一故乡。 当日,记者在济南市的一家新材料公司内见到了王克璋,虽然时至年底,但他还在处理着大量的工作。 1999年来到山东创业的王克璋是登陆比较早的老台商。 王克璋说,近年来大陆越来越多的会台政策,让在大陆的台胞享受到了在地的同等待遇,虽然独自在大陆过年,但并没有孤单感。 今年有很多我们的同事、朋友邀请去家里,大家一起,我们可以一起吃个年夜饭。 同时我们大概有一半的台商是没有回台湾过年,所以在这个放假期间,大家一起来聚一聚喝两杯。 那基本上来讲也是这个挺有意思的。所以跟回台湾过年不会有太大的差异。 由于两岸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,今年有大量台胞如王克璋一样决定留在山东过春节。 陈家梁杨洪毅是一对相识相知26年的两岸海峡夫妻。 他们在山东兼营着台湾茶生意,济南姑娘杨洪毅是一位台鼠,1995年结识来自台湾澎湖的陈家梁。 踏实奋进的陈家梁最终得到了她的芳心,后来便组建起家庭并定居台湾。 杨洪毅说,台湾人不吃饺子,但是带有彩头的山东饺子在婆婆家特别受欢迎。 受疫情影响,或许众多像陈家梁杨洪毅这样的两岸家庭, 以及像王科章这样的台商都在选择就地过年, 体会着在地异故乡的同时,感受着两岸年宿间的融合。